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再次邀请到北京南派武术院 院长孙海顺老师 给大家继续分享南派太极工的精彩内容 孙海顺老师呢 是太极名家 吴图南 王培生 以及石敏老师的在传地主 他是南派太极的正宗传人 孙老师以南派太极全谷全谷的基础上 组织了北京南派武术院 研发了一套现代社会的南派太极工体系 分享完了 那么今天我们有请孙老师继续给我们分享 下一讲也就是四正推手的内容 好我们有请孙老师 大家好 很高兴呢 又有机会在咱们欧洲太极文化中心 这样一个这么好的平台 跟大家来继续探讨太极工的一些常识 或者一些知识 我们过去通过实讲 把我们南派太极工的一些基本工法 包括一些基本的练习 介绍的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在今天呢 会跟大家介绍南派太极的推手 推手啊 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一种非常好的运动形式 但推好的情况下 从健身的角度 是互相用内功 给对方进行一种按摩 因为我们通过一年 乃至两三年的时间 将内功啊 内器啊 已经练到身上 通过站桩 通过练劲 通过盘架子 把这些东西已经练到身上 我们的内劲 已经听我们意念的话 一之所至 静之所趋 叫意在先静相随 想哪 去哪 这是我们心情练习的 所谓如意的境界啊 我们念这么多时间 太极拳 说用意不用力 这个意 是我们练出来了 里面 有着内境相合之意 而不是我们平时 空想之意 毫无应处 而内境相合之意 你的功力大小 你的意 有无之间形成的试差 就可以起到 四两或千斤的作用 它真的能起作用 虽然这个作用很弱 它只有四两 但是 它可以渗透到我们的身体 的任何部位 所以说我们一般 你看推手的时候 一搭手就摸对方脚心 怎么摸 我们的内境通过接触点 一直渗透到对方的脚心 实际上就给对方进行一个按摩 而对方给我也是一个按摩 所以太极 推手这个形式啊 是相当相当好的 双方 极其放松 而纯以异性 内境不满于身 乃至浮到对方身上 互相覆盖对吞 那个炼完了之后 神清气爽 而其思想 以和谐为主 并不有丝毫的 真圣好强之心 如果有丝毫的 真圣好强之心 那么我们的内境 就会预思 就会堵在那 周旋而不畅 我们人的身体 本身其实就是一个 能量的一个周转体 它是周流而不息的 如果我们一旦动了 强用强之心啊 就相当于 有了一个刹车 点在那儿 所以它就容易欲动 我不舒服 对方也不舒服 那么 在太极的状态下 如果对方一旦用强 功力足够的情况下 对方是如前头骨 叫什么 如球碰壁 自然而然就被弹出去了 所以啊 它很有意思 它还是一种检验 哎 我这个用意 不用意做的对不对 我这一手推过去 是手主动 还是意在先 如果是意带着事 手随着这个事飘 那么 这个地方是假的 是完全是虚的 实的是意啊 这叫虚实 要风轻 这个时候 其实你刚搭上 对方的时候 你的内境 已经把对方打开了 这个时候 这个人你推不推得动 你清清楚楚了 为什么呢 有些人身上松的特别好 你把内境慢过去之后 如无有物 不好打 就像如水覆舟似的 它没有船 它也是水 就好像两股水融在一起 哎呀 这是高手 大家互相揉一揉 哎 一笑了 你好 你好 那如果他练 那个外加的东西 他那个经节 他那个肌肉 非常的 死水 你的内境迈过去 打不开 也有可能 就像那人家是什么 一个一万吨的大船 我们只有一些小坛子的水 也打不了 所以这个东西 一点功夫 一点的作用 是一点不假的 它没有那么神 但是为什么会出 特别神的效果呢 哎 你这点木头 正好我这个水 能把你浮起来 这就好玩了 那真的叫 如老手 吸顽筒 那很多神奇的效果 就能产生 所以这也是因人而异 有些人 本力很大 你的内境打不开 人家虽然练的是外加 那个肌肉嘎嘎的东西 也不行 因为我们现在毕竟啊 说实在的 跟以前的老师傅的训练量 那没法比 我们现在就 算业余 票有 无非呢 钻得稍微深一点 真正的老师傅 我们知道啊 我们练太极的时候 你的内劲 得把自己飘起来 能多出多少呢 多出四两 那些老先生们 拿那个铜钳呢 编那个小辫 然后在身上缠起来 大概四十斤重 为什么铜钳呢 因为它这个 缝量比较均匀 系在身上 这个时候脚底 还得飘起来 就是真正打太极拳 应该像什么样子 应该像太空漫步 就跟在那月球上 那个状态 太空漫步 你想负重四十斤 还能做到太空漫步 那内劲得多大 这个时候 他真跟人动手的时候 把这衣服一脱 把这个辫绳那一脱 那什么样的人 他打不开 一大手就得出去 那真要遇到 那家功夫 外家功夫极高的 所以这个东西 最后又吃功夫 俩功夫差不多的 出不了什么悬 但功夫有差距的 那就是很好玩了 就降维打击 所以讲这个推手 也特别有意思 有情趣 还有呢 他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道路 那我们是今天讲的四正推手 和一些四正推手的基础训练 最重要的 他如果不加上四语的话 他其实就是什么 五行 如果加上四语的话 他就八卦 有八门嘛 但是只打四正的话 他就是五行啊 喷天一生水 第六成子 喷就是一六 驴者 切二为火 急者三八为木 按者四九为金 哎呀 在金木中钉啊 五十为中央土 所以他在四正的打的时候 你是水 我就应该是火 你是木 我就应该是金啊 就来回往复的 进行凡者道之动 这在周一里面 我们八卦 有四队 六十四卦 有三十二队 是完全相反 比如说钱和坤 坎和黎 等等 他们都是完全相反的 合在一起之后 正好是中和 所谓至中和 天地未焉 万物利 所以我们在推手的时候 实际上 也就是 落实老子 所说的 凡者道之动 你是 砍挂了 那我必已离挂硬之 你是根挂呀 我必迅挂硬之 所以说 我们在推手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也是一个八卦 周一演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体验中和之道 所以 打拳 是自己身上找中和 战装打拳 是自己身上找中和 推手 是与别人找中和 跟别人是一体 别人跟我一搭上手 我们俩就中了 就变成一个人了 然后与之相和 终而 这就是推手的妙处 所以推手 一定一定 不要有什么 有对抗的心 完全的和谐 特地的将它融化到我的 或者叫我们 共同的生命场当中去 特地融化到这里面去 而不是我用我的蛮力 我把它推倒 说实话 读书人不干准的事 他没有智慧 就像王宗月说的 有力打无力 手快打手慢 这个是先天的本能 非观学 也跟你的记忆 跟你学的东西 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 练的 就是 极柔软 然后极肩刚 天下之 自柔 持成于天下之 之刚 推手 所以不要有 胜负之心 不以 胜负为耻 而以 不能 融化别人为耻 我们玩推手 东西没有化掉 没接住 没包掉 不行啊 我还得练 是把死个半 把人给摔那儿了 或者凭着自己的 生大力不亏 使蛮力 把人摔那儿了 不值得骄傲 更不值得 好像是我赢了 那完全 以太极背道而止 推手检验的是 双方的和谐 那么 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片 给大家专门演示一下 次政推手的一些 基本原则 技法 还有一些基本功 请大家学习观赏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孙海顺 大家好 我是孙海石 好 我们今天又请来张老师 上一讲呢 我们讲了四正手 还记得吧 彭旅几岸 才列走铐 没讲 彭旅几岸讲了 应该讲啊 顺着讲才列走铐 但是呢 到彭旅几岸 实际上是一个教学的 一个阶段 开始呢 大家开始玩推手了 推手是太极拳 非常有意思的一种 非对抗性的 一种互相检验的 一种训练 所以呢 介绍给大家 因为学太极 大家都推手 是吧 今天主要介绍两种 一种是单推手 一种是双推手 单推手 比如说 你看我跟张老师 面对面站好 面对面站好 开一步 迈一步 两脚啊 大拇指跟大拇指点着 就行了 大手 这脚可以翘起来 然后呢 我翻掌 往这引 变石 然后 松肩 松肘 松腕的到他这 我来压迫他的 什么呢 压迫他的肩 这时候他呢 松肩 松肘 松腕的到他 到这 我半拉 我推他画的 这半拉过程 完成了 这时候他推我画 开始他推 你看 松肩 松肘 松腕的 这个时候 这时候粘住 这时候不能这样丢 不能这样丢 粘住他 这就是我画他 画完了 然后我再推他 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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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他给你看到这时候 推我的时候啊 其实我这是个活体啊 是个灵活的 他这一推我这有个轴 大家记得吧 我们恋爱太极 第二讲 讲的川字 左右脉 他这一推我的时候 我这根轴 其实已经开始转动了 到这的时候 你看 让他碰着我的轴边 打个切线 走掉 他就使不上劲 一个道理 我碰他的轴 你看 你看 为什么呢 他轴在这 我碰他的轴 他想 他以这个轴 接我 接到中指了 所以我这边一打 你看 跑不掉了吧 应该接我小指边 轴可以往外挪一点 接我小指边 接到这 乃至于接到这 然后走那边 走这边 哎 对了 你比如说 你看你 我轴在这呢 你往这 你往这打 我这么转轴 说顶死了 我轴 你看一挪 你看 挪到哪了 挪到这了 轴可以挪 再这么一转 所以这个轴提前接好 这就是叫单打轮 轴提前接好 你看轴在这 我这个到这 看我这轴贴到这 所以你可以使劲 嗯 你使得压劲 我不怕你 为什么 手走了 我不能在这接 那是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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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单打 打完了 这个手 换这个手 换这个手 对 嗯 嗯 嗯 哦 这脚可以不变 啊 就单推手啊 很简单 单推手很简单 啊 就这么互相推 互相推 挺累了 一换 单推 啊 争使劲啊 对方真把劲划了 不是说争不使劲啊 争使劲 争使劲 争使劲无非什么呢 我对方来的时候 你是要打着佛的 往下推 这就是推的什么 推到这你看啊 腰 对不对 腰这一块一鼓 胯一转 哎 对对对 对了 对了 嗯 哎 对着往下推 对着往下推 啊 放手 推我 往下推 嗯 嗯 半手 往上推 哎 对不对 活了吗 听明白了没有 嗯 嗯 这就是 单推手的玩法 他有一种 嗯 平推 嗯 还有一种 利推 利 利往下 嗯 往这啊 嗯 你往这啊 嗯 嗯 我一鼓要转胯 我往这放松 别害怕 嗯 搁着 鼓要转胯 对 手牵了 嗯 千万不要手步了 手就没有 搁着胯着走了 怎么了 嗯 对吗 搁着走了 嗯 哈哈哈 对对对 对 这是往下推 嗯 很好 好 那我们来请我们的小张老师模特 是吧 你俩来推一推 我看看你们 给你们讲 讲一下 先平推 低动 推到这 推到这 我讲心法了啊 不过我们要 分开讲 你怎么推他 你手心啊 鼓出来 鼓出来 想着他的这个 想着他的这个 背后啊 在这一块 给他鼓出去 鼓出去 鼓 想 神经 说白了 你的肩颈 找你的这个 找你这个勇 这个这个这个劳工 然后劳工找他什么呢 找他背后那叫什么 奸鱼穴 嗯 找他奸鱼穴 你看 劳工有权奸鱼穴 嗯 你看 他有一种压迫感 对 对方推 画怎么画呢 对方的肩颈 直接通过 这儿 送到家机 由家机送到环跳 好 从环跳出去 来 你推到这儿 肩颈 居持 劳工 就打这 打天宗 对 往这 往这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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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有压迫感 是吧 这怎么办呢 听着 从奥 肩颈 驱持 劳工 找天宗 往这拖 你说感觉压迫感了 这时候你 肩颈 加急 环跳 脚筋也可以 对 对了 就这么推 对对对对 不要想着这样扑啊 不要想着扑 放松 你推 你推 嗯 这手是 你能不能做吗 你能不能做吗 别扛 别扛 推手并不是要把人推出去 而要互相检验对方 打的对不对 画的对不对 打用蛮力打 也不对 你得用长劲 松成的长劲 画的呢 要空透的 哎 所以它来着一横 你肯定是一树 对不对 它来着是不是一横 你画的是不是一树 就下去了吗 啊 从这 下 是不是一树 对不对 它一横 你一定一树 哎 哎 哎 对 松 你看看静肠怎么办啊 不要这样一样啊 嗯 啊 啊 静肠往上一扒 嗯 往上一扒 接着给你 尝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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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尝尝不了了 嗯 因为我这点的事 嗯 嗯 嗯 你看千万不要这样啊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啊 这是错的 永远都是打人如亲嘴 你看 对不对 他他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嗯 嗯 是吧 他是往前的 然后往前又往前的 往里拥 别害怕 别害怕 你你别到时候你就就老往后躲 对打人如亲嘴吗 哎 对不错 接下来 哎 对 哎 不错 哎 换一手 哎 别别别别 不用动 不用动不 直接就趴 换一手 对 哈哈哈哈 停下来 走 啊 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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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体验 这个往下松 嗯 它有一堆张 对啊 这光往下卸不行 啊 其实你看是这样 哈哈哈 这往上提 你看这个地方往下松 这个单腿手练的是浑身的这个灵活啊 啊灵活的要点 灵活的要点就是什么呢 不接对方力 也就是我们老说的接点不接面 永远 永远 永远都是这个手 手最后练到 他按你哪 都接点不接面 所以最后到单腿手什么呢 互相 再往后是什么呢 有一段时间就开始练活身了 啊 活身就是什么呢 让对方 比如说 两手推着我的剑 两手推的剑是吧 你看这活活活生 活生 不让他摸死 你往上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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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你往上摸 对 不让他摸死 就是想方设法接点不接面 嘿来 接点不接面 啊 接点不接面 接点不接面 哎 这叫肩 先活肩 对吧 对 对啊 就让对方 哎 哎 对吧 就让对方 他什么时候就接点不接面 这是一个肩 推 就随便推啊 推完了这个角度 推这个角度 推这个角度 推 嗯 你听他的劲 听 听他的劲 是吧 推完这个角度 推这个角度 推完肩肉推胸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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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我这点 呜 丢了 你看我 啊 你遇到了 你刚才那个情况怎么办 拿你来了 在那地方找个点 你让找个点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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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的 给他了 给他 呜 哈哈哈哈哈哈 哎 这就玩 显活 玩玩 推完 推 推 嗯 嗯 推推 没事 啊 推推推推 推往里推 啊 推 嗯 嗯 推 哎 走走这个站那个 推啊 走这个站那个 走这个站那个 对吧 要活 不让他给你推死了 呀 要推死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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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啊 你看 推啊 你看 推啊 哈哈哈 给他一个 哎 哈哈哈 比如逗他 嗯 来 这个 哎 走一个站一个 你不能这样 你看 你不是推的手 走一个站一个 他是不是就难受了 他这么走呢 在这个 这个地方跑 这个地方跑 这点逗 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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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是推手必须的 这叫活 这叫活生法 活生法 实际上就是什么 简单的啊 简单的 比如说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他推我的时候 我是不允许这样用手扑了的 第一 第二 称量对方的劲 你比如说他一推的时候 如果这两个事 看好了 听好啊 如果两个事 这个脚在前 这个脚在虚 这个就是实 这个就是虚 如果他两脚变形的 两脚变形的 两个都是实 就是你自己调位 你就你都不 你就稍微一调 这个就是实 这个就是虚 没有吗 自己做 啊 自己做 如果你还是那样的话 你呢 避实 继续 避这个实 就这个地方我跑 这地方就不能跑 这地方我要粘 比如说我粘这个地方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新法 没有吗 这地方跑的同时 这个地方就粘的 全部都到 到这个点上来 全部都到这个点上来 这就是活点去 又到这个点上来 变活了 来吧 你推吧 你听他的劲 你听他的劲 你问吗 清法其实就非常简单 必实继续 要有话有打 你看 你推我 你看 这地方我跟你说好啊 假设啊 我跑 再往往这打 你看 看到没 这个跑这种打一定要有话有打 不能什么 不能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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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不能这样啊 既不能双跑也不能双顶 双顶完了 有话有打 嗯 上 对吧 我这地方话 我这个地方就打 永远是这样子的 一定要奉心虚实 奉心虚实全靠什么 要腰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看 你看 不能这么走 是这么走的 看到没 是这么走的 我这地方没走是 你看看我腰 哎 对了 哎 对了 对了 全凭腰胯用功夫 对 不是这样子的 用腰胯带 这是假的 你把老人鼓到肩子就挨揍了 哎 对 用腰胯调身形 对了 记住了 腰胯 哎 对 这叫活生 由单推手到活生 活生然后再双推手 双推手然后慢慢的 再开始叫摸手 那这就太极的 推手之前的这个 单推手的过渡 叫活生法 那活生法 活生法的话呢 练完了之后啊 练完了之后下一步就是什么呢 我们比较熟悉的 四正推手 四正推手啊 还是跟刚才当初手一样 这个手搭上 无非 搭上完了之后 这个手在 福尔特的这个 轴 啊 这个手比如说啊 他打棚的时候你看啊 他往这按我 往这按我的时候 这个手 这个手 这个手不接 这个手就随着他的过来 啊 但这个手怎么办 这个手放在这个地方接一下 就是变成这样 你看中间的换手啊 大家来看啊 看清楚啊 他来打我的时候 这个手就自然的下过来 就趁这个 运动的区间 我把这个手放在这 然后这个手 你看这个手就突然替换过来 摸这个手 摸这个手 然后我走一个旅 这时候他很难受 很难受的 如果再使劲 再使劲他就起来了 所以他不能 不能往前再进了 怎么办 他这个劲就会变成什么 把这个手放在这 这个手呢 放在这 这不劲就变成这个劲 往这打 哎往这打 他本来是这个劲吗 到头了 就往这打 就打着我了吗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什么呢 我把这个手 你看啊 他打的时候 我往上一搓 往下一按 按的时候他丢了 丢了他这个手 这个手就放到这 这手就随着我按下来 嗯 啊 然后我这么手 这个手一当这个手 他这个手接我这个手 然后我开始 推他 开始推他 就彭 对吧 彭 他 他为什么把自己捋走了呢 因为他用手捋到 我的彭劲啊 你看在他搏梗子那呢 嗯 啊 对对对对了 对了对了 你看我这 再走 我就起来了 他捋我 他捋我怎么办 我倒头了 这手捋直了 倒头怎么办 这个手啊 这个被往这个 你看这个被往这捋的时候 这个手就上来 嗯 到这 嗯 打几 嗯 打几 哎 对了 你看我这 我就不敢动了 嗯 这时候我手到这 打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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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打轮 这是打快了 嗯 为什么这个东西千万不要使劲 嗯 因为使劲反而对身体不好了啊 一定要放松松松的 要在意当中 神当中 意境当中找 嗯 而不能在什么呢 在立 在抵抗 千万不要形成什么 比如说你推我 你推我 我 你 你 千万不要形成这样啊 就顶牛了 对吧 好多都顶着最后顶成什么样了 顶着 都顶成这样了 是吧 千万不要这样啊 哈哈哈哈 这其实就失去了推手的意义 啊 推手我们就互相的体验这个劲 但是呢 还要求什么呢 他真得给劲 嗯 你比如说他捧我的时候 他真得捧 你看他真实劲了 但是你 你要 这个地方 就错了 所以叫顶牛 他真实劲了 怕怎么半辣空 你看他不就没了吗 对不对 你正实劲又咋的呢 你正实劲又咋的呢 不照顾你捋下来吗 对不对 对吧 你比如说你急我 你急 他真的使劲 也不要 千万不要什么呢 就推的人 千万不要 给留面子 玩 对吧 你这么 不对 就是按不下去 对了就是行 是检验自己的心法 对方的力大 我划不掉 是因为我 我不对 我对 你能划不掉吗 对吧 你要是顶牛了 这 正 正 正下不掉 你看跟正三 你下不来吗 一松就下来了 千万千万不要用力 啊 所以推手这一点 不要顶牛 不要用力 一旦顶牛了 就找自己的错 哎 我懂得 这就要长眼了 长个眼睛 这就要长一点 你要在这呢 你看 就瞄开了嘛 啊 所有的都是这样 好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好好好 谢谢大家 有问题都可以提啊 我这里那个 收到了一个问题哈 我们这个推手在 我们南派太极共的体系 呃 是 是是在属于哪个阶段的这个内容呢 就是如果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这个内定又还没出来的话 他能练这些这个推手和这些这些生法和心法吗 这个太极拳 我们好理解一点 或者叫生命力 要听我们意念和眼神的话 把它拆分成神和意或者静和气 两个方面 这叫风轻阳 这叫风轻阴阳 第二步呢 通过练劲 就是阴和阳 相和 王老爷子 叫神追忆追神 就是我们以前说的 要么静去找气 要么气去推劲 静跟气之间互相推 就像阴阳云似的这样转 在这个转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运动我们的身体 但是是某一个动作 单独练 反复练 叫单操 也叫练劲 那单操练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 练所谓的退手 退手后面是三手 也就是我生行刚战争的时候 刚刚战争的时候 基本上 这些学位刚刚 找到 内劲还不明白 可不可以推呢 也能推 所以说我们身形站整了 就可以通过站装 练劲 盘架子 推手三手 那么我们 通过第二步练习 我找到内劲了 我就可以 练内劲 盘刚架子 然后再推手 再往后走 我找到气了 我可以再捕一遍 所以说 它这个体系 是横着训练的五大块 跟你的内功的深浅 实际上没有多大关系 到最后 也是这五步 到第一步 也是这五步 也就是这十三步 都可以通过这五步 来衍生出来 比如说我现在到内劲的阶段 到钢劲 那么我现在就打着什么呢 打着钢架子 那如果我个人玩 推 这就叫什么呢 叫推手 在咱们 在咱们这个体系当中 我盘的是什么呢 盘的是柔架子 内气出来了 这时候跟人摸手 就不叫推手 叫柔手 刚开始出的那个 整劲的时候 那叫隔手 最后 散手接手的时候 那叫打手 就不跟你接手了 所以说功夫 在深浅 跟这个 这一套训练体系 没有关系 就好像训练体系 是九瓶子 功夫是九 你同样的瓶子 可以装二十度的 三十度的 五十度的 都可以 好的 谢谢盛老师 正好 在说我们以后 因为现在 线上教学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尝试着 将太极的生法 跟心法 通过线上的教学片 乃至的话呢 通过线上的这些 教学片里面 画一些动画来表述 这样让我们 更容易掌握心法 包括后期的 对太极生法推手 和心法推手 比如说我这个 鼻子尖 找对方的夹击 从夹击 画到对方的 那个七门 我们就会画一条线 让大家更好理解 一找答 未来是准备这么做 有这个想法 但是劲和气做不到 但是生法和心法 是可以实现的 好的 太好了 我们非常期待 这里那个 聊天室这里 有一个问题 这个Administrator说 请教老师 横时如何掌握 不用立顶 又能捧住 这个就得靠我们站庄了 站庄刚才我说 你出整镜 其实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整镜的捧行 我们之前讲过 捧的姿势 咱们这个姿势 是按照无视的捧法 首先 这个大拇指 我们练的时候 找自己的鼻子将 然后呢 这个大拇指是找 或者 这个食指和这个食指 是虚穿着的 它形成一个三角的结构 相当于三角的结构 我们平时练的时候 在自身练 刚才那位朋友问到 要害了 你这么练 你会发现 你跟别人 真这么使的时候 不管用 所以练法跟用法 是两回事 我这么练的时候 是为了形成 我一搭手 就形成这样一个 肌肉记忆 浑身的劲儿是整的 但是我跟人搭手的时候 首先我这个时候什么 怎么捧住对方呢 我这哪都给你 哪都给你 放松 大拇指盖 去找对方的鼻子尖 不是找自己的鼻子尖 大拇指盖 啪就是你贴 只要想着贴对方的鼻子尖 这个地方你让他进 你让他进来 你让他进来 这个地方只要沾住 对方的鼻子尖 他就会绝对凝活膨胀 他如果抓住 我的大拇指盖怎么办 对不对 我小拇指盖贴 或者用腕的贴 就这个意思 非接触点 接触点不能动 所谓的松是哪松呢 是接触点放松 你接触的地方 我就沾着你 既不使劲 支着你 也不是跑 我就沾着你 但是呢 我这个地方 大拇指 一找对方的 鼻子尖 对方就有一种 被捧起的感觉 而这个地方 怎么放松呢 说这个地方松不掉 我告诉对方 大家一个心法 叫什么 烫馒头 烫馒头啊 哪有时候烫的馒头啊 在这个皮肤上烫 你有这种感觉啊 对方的手 往你一摸的时候 所有的接触面 就像个烫馒头 有躲的意思 哎呀你别烫着我 但是还得沾着 这个馒头吧 还不能让它烫着 大拇指扒一点 就把它捧住了 这就是最基础的捧 那你要内劲出来 更不用说了 但对吧 内劲出来 你一点点往外一犯 劲儿在他身上一转 把他的劲儿给转起来 把他使的力 背后的劲儿给转起来 然后你这个手 就完全给的 你手型就无所谓了 就没有任何声型 手就完全给的 只要你的意念点 看住那个点 他就得起来 他只要一使劲儿 那就得飘起来 但是前提是 你怎么把他的内劲 转起来 就是说 还是我说的 你能不能把他身体打开 你要是你的内劲儿 不能把他的 把他的劲儿转起来 借不上他的力 那就不行 你要能借上他的力 就管用 所以这个时候看自己的功夫 那是第二步 那是后果 就第一步这个管用 巴一搭就是 但是这也得战装 头胸腰胯 身形得正 人家水蛇腰呢 那一点用没有 就是那 他浑身歪着 一定身形 急著要正直 整个人要正 啪这一大 就管用 好 下面是 Lisa的问题 说这个 我们南派太极的 这个渊源 怎么回事呢 我们之前讲过 最早啊 我们是本于北派的 吴图南 杨宇廷 这个望泉 这三支呢 是北派的根源 我们都有这三支的传承 吴图南老先生呢 他早年 在这个宋家 获得了宋土 就是南派太极拳的 拳头 他就开始 太极拳的科学化 和系统化的研究 出了一本叫 科学化太极拳 然后我们师傅呢 是吴老的弟子 就跟着吴老 把这个上面的思想 继承了 后来呢 又与石鸣先生 学了十几年的内功 石鸣老师 石鸣先生的话呢 是汪老这一支的 然后早年呢 我还跟那个 王培生老爷 爷子的图顺 他是王老爷子教的 但是呢 挂在了那个 那个王老爷子的 徒弟的名下 叫王福先生 我跟他 启门 那是我的启门老师 所以说 太极的根源 是 启门是 王培生老爷 这一支的 就是王上属于 杨与平老先生的嘛 然后呢 正经拜师的话呢 是张子诚 张子诚先生 张老师的话 他是 吴图男 老先生 和石鸣先生的弟子 正式入世弟子 后来呢 我们也得到了一些 就像我们书上公开的 叫 太极朱法名门的 一个全谱 据说是 张松熙所传 据说 我们依照这个全谱呢 对北派的一些功法 进行了系统的整理 各就各位 什么是练劲 什么是练气 按照他南派提出的 十三步登天梯 九步有违法 四步无违法 三步练劲 三步练气 三步练神意 最后神意完了之后 练四步 就是有违法结束 然后练无违法 而提练出来了这么一套 所谓的南派太极拳 后来现在叫南派太极公 因为什么 他主要以公法为主 套路没有任何的 套路实际上就结合了 无老传的 阳式的小架子 和部分吴式的老架子 然后编转的 这三十七式套路 这十三式单操呢 当年是 无老他们传下来的 老的这个练法 就是太极十三式 其实招式 都是北派的 然后呢 这个公法呢 也是北派的 但是这个体系的构建 各就各为 它的系统化 它的科学化 因为之前北派是一大盘的嘛 觉得很多 就一盘的珍珠 但是它没有一个线穿起来 而这根线 就是南派的全谱 大概就这么一个人 好 谢谢 好的 好 非常感谢苏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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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